四名贾州议员日前撤除对国盟政府的支持之后 导致州政府垮台 其中两名不同州议员 双西乌浪州议员 纳都斯雷伊德利斯·哈伦 和班迪昆罗州议员诺阿兹曼 也因此遭到党开除 伊德利斯·哈伦今天发文 为自己遭开除高汉双重标准之外 也表示可能考虑加入西盟 并自建成为贾州首长人选 马六甲前首长双西乌浪州议员 纳都斯雷伊德利斯倒戈 导致马六甲州政府垮台 当事人事后也遭巫统开除 伊德利斯·哈伦如今表明考虑加入西盟 更自建在即将到来的州选 担任贾州首长人选 他还强调 准备跟任何维护社会正义的人站在一起 伊德利斯的文告中 字里行间也在暗示 袁瑞首长在重要时刻总是静静不出声 更以贾州行政会议的记录佐证 他是会议上最敢发言 致力维护市政廉政的一人 而这名前巫统领袖 显然也对自己被开除愤愤不平 认为这项决策不公平 因为他无视其他贾州巫统领导层的违纪行为 他举例 贾州巫统主席阿都拉乌和水里主席穆浩默阿里 为了避免贾州政府倒台 违背巫统拒绝行动党拒绝安华的议决 跟行动党开会谈判 但相信并未因此而受到对付 另外关于网传四名撤除支持州议员和公正党主席纳多斯里安华会面 伊德利斯·哈伦接受贾州政府喉舌报 今日马六甲询问时指出 那是星期二晚上安华会见贾州西蒙议员后 巧遇他们便一同交流 当时并没有讨论加入公正党的事 只是讨论了贾州政治现况